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五个部分 但我们已经学习过来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在昨天我们讲到主要教授当中五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开始讲第二个部分 这是内在变动之意识 不明其性陷迷惑 业与烦恼之根本 物后视为自正制 昨天我们在这个杯子上做了很多的生意 有第一个杯子 第二个杯子 第三个杯子 现在关于这个杯子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现在讲到有关于我们的意识 因为在佛法当中呢 四个主要的学派 或者我们讲四个主要的中派 这是那个经部中 第一个人是说分别有部 然后这个经部 也是维师 以及中关 还有中关 总共这四个学派 所以在第一个开示的内容呢,它的教义主要是接近于唯士派的 讲到有关于外在的境界 当我们未能够认知外在的现象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相对意 如果你认识到外在这些境相,它的本质的话,那么那就是究竟意 不存在组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不存在的内容 也就是不存在的内容,不存在幻 members 而是不存在的内容 只存在主观的自身,不存在内容 Self-awareness 让人一起来 让人一起来 在探索中 在当中的独立 在当中的独立 让人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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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近而言 随着就近而言 就我们的 一般我们一个名词 专业名字叫自正分 或者叫做我们的本觉智慧 就本觉智慧而言 那么它是根本 本来就不存在 没有所谓的空性 不是空性 它是超越这个的 But then you may you may they have little grasping about the consciousness 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会有一个很维系的执着 有关于你意识 对于意识的执着 OK all the phenomena are not real they are emptiness they are dharmakaya they are not existing outside there it's just come from my mind but maybe you may think my mind is real my mind is existing 所以呢 我们说外在的一切的镜像 它是空性的 它是法身 它是不真实存在的 它呢纯粹只是我们自心中所显现的 那么这么说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会想 那么呢 还是有一个心啊 那也许我这个心 我的自心 我的自心 是真实存在的 this way still you are in conceptual state of mind 因此呢 你仍然 陷入于这种概念性的 有关于心的这个概念中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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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become big trouble 那么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how 怎么造成呢 if true people there 我有两个人 and one person said you are compromised my mind 一个人就说 你是从我心中而现的 the other person sai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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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ompromised my mind 另外一个就说 不是不是你是我心中所现 you compromised my mind 你呢 是从我心中现的 the other person sai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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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ompromised my mind 不是不是 你才是从我心中来的 who is compromised whose mind 那到底是谁从谁的心中显现呢 大家 两个打看看 对不对 yes this is like then it become like your mind is like feel if there's a lot of feel farm farm here shingka shingka feel there's a lot of farm here then the phenomena is like grain 那么因此呢 这样的就好像 变成了你的心呢 就好像这一片田地一样 那么在这个田地上面呢 有各种的这个植物 生长的各种的植物 or your mind is like mother and all the phenomena are like baby 或者呢 你所谓的心呢 就像妈妈一样 那么所有一切的外在的镜像呢 就像这个子女小孩子一样 母亲生子一样 so everything come from your mind 所以呢 一切呢 都是从你的心呢 生出来 杯子 来自于我的心 砰 然后这个心就砰 就化现了一个杯子 then it becomes something like that 就会变成 好像是这个样子 that's not that's not the case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状态 Buddha didn't teach like that 佛呢 并不是这样教导的 that's why in Buddhism we can say all the phenomena are come from your mind 所以呢 在佛法中呢 我们说呢 我们可以说 一切的这些镜像 都是源自于心 但是呢 那并不是指的说 好像呢 你的心呢 它就真实的存在于某一个地方 结果呢 从你的心呢 就出生一切的这些外境 好像这之间呢 有一个因果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现象呢 都是个果 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现象呢 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现象呢 都是个果 那你的心呢 是那个因 不是这个样子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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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it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 分量 就是一定的 啊 就是 你 真的 你的心 来 can you don't move like this all the phenomena come from your mind 因此呢 所有的一切的镜像 都是从你的心中显现 是啊 那么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 例如,在你的梦中 你梦到你自己 那么呢,在梦中你也看到了其他的那些人,在你的梦中 在那同时呢,一个梦中的人在看着其他梦中的人 and for that dream person, look at the other dream person the other dream person is manifestation of that dream person's appearance or perception you can say but it doesn't mean this dream person is real existing there and second dream person not real there and this dream person produce this dream person 所以呢,在那个梦境当中呢,我们说如果是两个梦中的人 一个互相看着对方的时候 那么只是呢,彼此之间,这一个梦中的人 他感知到梦境中的另外一个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那么梦中的这个人 他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从他的心呢,显现出另外一个梦中的人 让他自己去感知到 就像那样子 所以呢,我也是梦中的人 你也是像梦中的人一样 所以呢,我这个梦中的人呢,看着你那个梦中的人 所以呢,我这个梦中的人呢,看着你那个梦中的人 but I'm, for my perception, I can say you all come from my mind 但是从我的角度呢,我可以讲呢,你们呢,都是从我而选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是真实存在在这里的 I'm come from my mind too 我也是从我的心而选 So there's no argument, you come from my min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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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come from your mind 所以呢,这样子就不会有任何争论了 到底是呢,我是出自于你的心 还是你是从我心而选的 If you not recognize this meaning then that's what we call ignorant 那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这就称为是无明 也就不明之识为无明 也就是说内在变动的这个意思呢 你不了解它意思的时候 那么就是无明的状态 the ignorant is cause of the problem of all the samsara 那么这个无明呢 是轮回中所有一些问题的根本 或者的原因 cause of the old emotions 是所有一切情绪的根本 cause of all the karmas 或者是所有一切业的这个根本 cause of all the six realms of 那么也是所有六道的根本 或六道的因 of the being inside or the realm, the container also 然后呢 那是所有一切外在气势间 以及内在一切友情的因 所以 所有一切轮回外在的这个气势间 内在的友情众生 都是 它的根本的因都是这个 因此很容易 但是呢 只存在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是无明 因此 如果能够斩断无明的话呢 那你就能够斩断轮回中的所有一些的问题 因此呢 相当容易 那么要怎么样去斩断无明呢 要开发我们的这个知名智慧 也就是所谓的认知 什么叫做认知呢 the recognition of true nature of phenomena 也就是认知到一切镜像的真实意 what is true nature of phenomena 那么什么是一切镜像的真实意呢 emptiness 空性 or dharmakaya 或者是法身 多呢 让人一些的 根本缘的做法 如果了解的话呢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智政智 或者是我们这个本觉的智慧 那么也是一切圆满功德的根源 If you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your mind then that is what we call self awareness rangrik wisdom of self awareness 那么如果呢 你了悟到我们心的本质的话 那么就称为是 智觉的智慧 或者是本觉的智慧 智觉的智慧 and from that wisdom then all the enlightened quality what we call the quality of white means enlightened quality and everything come from that wisdom 那么呢 由这个智觉智慧呢 那么所有一切正物的功德 他这边文字上写的 白叶的功德 那么指的就是 一切正物的功德 都是由此而生 之所以 这个主要的意思是 there is not really mind such mind truly existing there even your mind is empty but empty union with clarity 那么这边在讲的是说 事实上呢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心 没有这样一个心呢 它是所谓真实存在那个地方的 那么呢 从此我们讲到心呢 这个心它是空 那同时也是明 空明双隆的 如果呢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 階层异理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 这个轮回呢 是怎么样产生的 那虐盘呢 是怎么样产生的 我们可以讲呢 所有一切都是源自于我们的佛性 佛性呢 它具有三个特质 空 明 以及空明双隆 所以主要有这三点 所以主要有这三点 这三个特点呢 你可以讲这是佛性所具有的主要的特质 因为你的佛性是空的 因此呢 没有任何的痛苦 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障碍 没有任何的能所对境 因为呢 佛性呢 是空 所以呢 它是纯净的 那么呢 它是最好的 最殊胜的 它是超越常跟无常的 那么呢 因为呢 佛性呢 是空 所以呢 它是纯净的 那么呢 它是最好的 最殊胜的 它是超越常跟无常的 那第二个特质呢 是明 那么呢 第二个特质呢 是明 因为呢 佛性是明 因此呢 任何的一切呢 都是可能的 因此呢 任何的一切呢 都是可能的 因此呢 任何的一切呢 零回 融合源自于何处呢 它就是源自于心的明性 有所谓的虐磐 虐磐源自于何呢 也是源自于佛性中的明 因此有很多可能性 因此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 轮回 虐磐 所有一切的这些镜像 如果你说这些镜像到底从何而起呢 它就是源自于佛性中的明性 在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 佛性中的明性的特质呢 比喻就如同是一个水晶球一样 它是怎么样的相似呢 第一个 这个水晶球它自己本身呢 它具有能够反射能够反射的这个能力 第二点 第二点呢 这个水晶球呢 这个水晶球呢 这个水晶它自己呢能够显现出各种的颜色在外景 相似于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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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佛性中的明呢 明性呢 它也具有两个特质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叫做自明 第一个呢 叫做自明 第二个呢 叫做自明 章文里面就叫 自觉的明性 以及自显的明性 这二者呢 这是轮回跟虐盘的基础 那么轮回呢 它是怎么样从这二者而显现呢 如果你不能够去认知到 所谓的这个致明呢 它就是致明的话 那么呢 这时候就会产生了一个我 或者这个自我 如果你不能够认知到呢 自我显现的这个镜像呢 它是自我显现的镜像的话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它 因为呢 我 以及它 就是存在了一种 二元对立的心 或者是一种 或者是二种的执着 就是这所谓的恶相跟恶直 因为这二者呢 产生了这个负面的情绪 就我们讲烦恼 那由这些烦恼呢 就造成了业 那由这些业呢 就产生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状态 这个世界在这个地方 这个世界在这个地方 这些有情众生 我们自己的肉体在这里 痛啊 很痛 Ok 2 2 这个怎么样 悄大会很痛 悄大会很痛 喔 滴滴滴 Hard than Before Ok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怎么说 要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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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什么 现在全部都认识了 开玩笑 因此呢 主要的问题制造者呢 就是这个无名 对不对 怎么样的无名 你没有认识到 两种的状态 就是真实的状态 什么样的状态 你没有认识到呢 这个致明呢 是致明 对不起 刚刚翻自觉知误 比较好一点 你没有认识到那个致觉呢 它是自觉 那么你没有认识到呢 这个致嫌 它是自觉 理解 例如 可以说 你有一些年轻功能 比较的 比如说 第一个年轻功能 便敌了 你自己当下就是在水晶球里面 Trap Trap是线路在水晶球中 你自己线路 水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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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ball 水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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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available for the reflection Many things in crystal ball You don't recognize These are self-ability You don't recognize self-clarity as self-clarity 那么这个水晶球 它具有能够显现很多的色彩在外境的能力 但是你自己在里面 你没有去认识到 其实这是你自己本来就具有的能力 能够显现各种镜像的能力 Then you're looking from crystal ball to outside There's a lot of rain balls A lot of lights And you're thinking How nice Where did it come from? 那在水晶球当中 你向外面看 你就看到有无数的光 有无数的彩虹的颜色 那你就觉得 哇好棒啊 这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You're not recognized from you 你并没有认识到气质 那就是从你显现出来的 You're talking somewhere else from somewhere else 你好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Like that 就像那样子 那物后是为至正至圆满功德之根源 究竟至义不可得 所为穷尽法性处 There's three meanings here again 那这边呢 有三个意义 在这边 Relative 一个是相对 Absolute 一个是圣意 Beyond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然后这超越相对跟圣意二者 That's why the absolute 谁呢 The relative is The relative is Nangjuwa yijinnam shiite Ma do do na Ma rikpa Le nyumukun ji shi zayin This is talking of our relative 因此呢 前面三句 内在变动之一是 不明之死 唯无明 业语烦恼之根本 这是讲的第一层 这个相对义 And then second is absolute 然后接着第二点呢 就是究竟义 就是圣意 物后是为至正至 圆满功德之根源 If you recognize asen of your mind clarity of your mind then all the nirvana come from that state 那如果你了悟到呢 你自己心的这个本质 了悟到心的明性 那么就知道 所有一切的虐盘呢 它也是由明性 新的明性而显现的 OK Now Tardu dena yishime Chu nam seser jolo sung 那接着讲究竟 致意不可得 所为穷尽法性处 This is talking about the You can say great absolute or maybe you can say beyond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reality 那么呢 这个呢 你可以讲就是第三种 所谓的大究竟的 或者叫超越相对跟圣意的意义 For that there's even wisdom is not exist 在这样的境界中呢 甚至所谓的智慧也是不存在的 Tardu dena yishime 究竟致意不可得 because first you say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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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自行,这是根本都没有 所为穷尽法性处 指的就是说,在这点上, 所有一切它都完全的穷尽了 因为在古代有一种刀,摸刀石 如果你这样摸着刀, 这把刀呢? 这个摸刀石呢,我们这边比喻呢, 就像我们的烦恼,负面的情绪 这个刀呢,就象征着智慧 但是,如果你再摸一次, 在最后, 这把刀也毁了, 那把刀也毁了, 那把刀也毁了 因此呢,就没有这些障碍 连对峙净除这些障碍的智慧也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样的智慧呢,它是由心而显现的 但是呢,当你圆满了这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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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当你圆满了这些障碍的智慧呢 所以,当你圆满了这些障碍的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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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呢,在初三的时候 你稍微可以看到那个上弦乐的一点点 初乐 然后,初四,初五,它不断的增长 然后,初四,初五,它不断的增长 然后,一直到十五 然后,一直到十五 然后,从十五之后呢,它变得更小 然后,从十五之后呢,它慢慢的又开始越来越小了 刚到了三十的时候 又看不到月亮了 那么呢,我们的智慧就像这样子 事实上呢,这个月亮呢,它并没有变小也没有变大 同样的智慧呢,它也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 智慧呢,它是不变的 但是呢,它的展现呢,它有起起伏伏的变化 但智慧本身,它是没有任何的起落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你仍然呢,具有一切智 当你成佛的时候 当你成佛的时候 你呢,超越了所有一切的概念 但是呢,它是没有变大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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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但是,佛看得到有些世界的法 世界法 世界法 一切的法 一切的法 但是,佛知道 一切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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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同时呢 在这同时呢 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大也没有轮回 那你可能会想到,那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 没有主体跟对体 没有主体跟对体 没有能锁 但是,佛知道呢 这是杯子 所以,佛可以看到这个杯子 他可以看到这个杯子 所以,佛可以看到一切 不需要去看一切 不需要去看一切 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理会的 没有办法理解的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那样的境界 甚至呢,当我们试着想要去评断那样的情境 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both of yes and no 那也不是呢 也不是二者 所以,我们很难这样去理解 所以,我们很难这样去理解 you cannot understand this meaning by intellect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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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ntellect 你很难呢 经由你的理智去理解 你很难经由分析观察去了解 读解 for example if there's a 如果有一个 dog dog female look at the male dog thinking oh, this is a handsome this is not a handsome and male dog look at the female dog thinking this is beautiful this is not beautiful yeah 那一只母狗呢,看着这只公狗 嗯,这只狗是很英俊的 这只很丑的 另外一只母狗呢 看着这只公狗看着母狗的时候 嗯,这只很漂亮 这只不漂亮 但是呢,狗呢,他们可以了解那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就不能够了解 甚至我们试着想要去了解 甚至我们试着想要去了解 dog can think handsome and beautiful 这个狗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能够去感觉到那个 所谓的英俊跟美丽呢 you know, it's we cannot understand 我们很难了解,我们没办法能够了解 even though we are same family right now we are both are in samsara right now 甚至呢,我们现在是同一个family 同一个家庭 我们同样的在这个轮回当中 so even we cannot comprehend kind of like same being in samsara, same label we both have illusion we cannot understand each concept each perception this why we cannot comprehend buddha's wisdom 甚至呢,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去理解我们同类型的 譬如说呢,我们同样的这样的种类的这些众生 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内心所感知的这个境界 那么因此呢,我们根本没办法去理解佛的那个境界 但是呢,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呢 这个智慧呢,它是一直跟你一起的 24小时 你思考是从那个状态开始思考 那么呢,你也是从那个状态开始说话 那你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呢 那你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呢 然后开始去感受的 所以那是呢,可能能够认知到它的 但是呢 不能够使用我们的这种概念性的意念 OK 现在呢,宣布真的一个好消息 10分钟 休息10分钟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传授八观灾戒 即礼拜千佛法会 功勤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二月三日农历正月初三 星期四上午八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防疫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要一起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的好习惯 一起配合食联制接种疫苗 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 在我们身边戴着口罩 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 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 也有可能是协助疫苗运送的几组人员 你我身边每个人都曾在防疫里尽一份心力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彼此 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防疫态度守护对方 不要让歧视与攻击消耗了我们的能量 我是唐启阳 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 我们一起团结防疫并肩同行 使清菩萨在其所造 便中边论中说明 行持经典有十种方法 名为十法行 以此修行 是渐进圆满文思修三会的祝园 一书写 共进书写经典 二贡养 将经典供奉在塔里佛殿里 成心贡养 三师他 应经不师他人 使经典能够广为流传 四地听 用心听经文靶 五批读 时常阅读经文教义 柳寿池 柳寿池 对法教能够信受奉行 且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其开眼 把经典的义里 详细的宣说 令他人也能彻之彻悟 八奉送 读诵经典 九思维 静默思维法意 体会精脏甚深为妙 十修习 因思而行 极致成就佛果 以此十法行修学佛法 不仅能见次转迷成物 成就正解 思维 修行等文思修三会学 并且也使经典教法 得以流传不断绝 弘扬正法的福德 绵长不息 因此 在辩中辩论中说 行十法行者 或不惧无量 传计 最后终于 沉浮度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空中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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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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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学院的同学 电视机前 及视频前的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 佛法盖要第二章 第二节 菩萨行果 六度菠萨蜜 当中的第二个菠萨蜜 磁界菠萨蜜 那简体版 在课本的第57页 繁体版在课本的 127页 视频的档案是21 22 图表档案是 11 那在菩萨 修学的菩萨行当中 他是修六度 四色万恨 那六度呢 我们在 上一次 跟大家解说了 第一度的布施 波罗蜜 那今天要跟大家 讲解的是 第二度 慈戒波罗蜜 或是叫做 施罗波罗蜜 那戒的梵语呢 它叫C啦 也叫做施罗的意思 音译叫做施罗 所以呢 第二个波罗蜜呢 也叫做 慈戒波罗蜜 或是叫做 施罗波罗蜜 那 这个 十戒波罗蜜 的戒法呢 在佛典当中 它是非常的重要 它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基础 比如说 我们提到了三学 戒定会的三学 戒是摆在最前面的 那 在佛典当中 很多地方都提到戒 比如说 刚才提到的三学 还有 这个人天法 修学 这个三福业 布施 慈戒 还有禅定 那六波罗蜜当中 也有慈戒波罗蜜 那我们常常在经论看到 戒呢 它是一个修学佛法的一个根本 所以我们常说 戒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一心持境戒 戒为修学无上佛道的一个根本 如果没有戒的话 那就像我们要盖栋大楼 它没有基础 那为什么佛要自戒呢 它有很多的原因 主要的呢 是令政法久住 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 在经论里面提到 匹尼久住 政法久住 那 有这个戒律呢 在 那这个政法呢 就在 那这个戒呢 有很多的义名 比如说匹尼 匹奈爷 绿宜 等等 有种种的义名 那在 佛典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它提到 戒 必须要清净 那三学里面戒定会 由戒会生定 开花五肉的智慧 所以 经论里也提到 施罗不清净 三昧不现前 也就是说 你的戒如果不清净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生起镇定 这个戒呢 它是一个三圣的共击 身闻 圆觉 菩萨 的一个 基础 要 成佛 成圣的一个基础 在 佛语教经里面提到 若人 能持 境界 是则能有 善法 若无 境界 诸善法 皆不得生 没有 这个 持 境界呢 就没有办法 有这个 善法的生起 没有善法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脱 乃至于去向于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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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